加州全保7月31日宣布 2015年保费平均桥涨4.2% 总共会有82%的保护涨价 而这一项宣布也引起了毁育参半的反应 有人之一涨幅过高 有人认为虽然不满意 但是可以接受 加州全保第一年有140万人登记 因为首次的实施状况不断 截止的日期是一延再延 最后是拖到了4月15日才截止 想想2015年加州全保应该可以正常作业 其登记的期间为14年的11月15日 至2015年的2月15日 加州全保表示 2015年的新费率将会送起政府核审 统计显示将会有16%的保护保费 将会持平或是减低 33%保费调涨不到5% 36%调涨5%至8% 13%调涨超过8% 核计总会有82%的保护涨价 49%的保费涨幅将会超过5% 这个星期保险专家Shirley Wayne 将会做客天下纵横谈 探讨加州全保2015全掌保护门 应该如何自报 敬请关注天下卫视国语台 本周六晚间8点 以及无线台周六晚间9点 还有粤语台周六晚间7点15分 所播出的千下纵横谈 这里都有一份 未经许可 事务双 bye 未经许可